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品在釜山影展都吸引许多目光 也入选亚洲之窗 超广角记录片单元等 驻釜山办事处长林陈复也提到 文策院今年与ACFM大会签署MOU 也希望能促进更多国际合作 文化内容策进院最近在釜山举办台湾电影之夜 邀及世界各国影视产业人士到场和台湾影人交流 希望促进更多国际合作 包括文策院院长李明哲 驻釜山办事处处长林陈复都有出席 李明哲特地恭贺釜山影展在严峻疫情下 亏为两年恢复正常实体活动 他表示台湾电影和影视作品 这几年在釜山影展吸引许多目光 也入选釜山影展亚洲之窗 超广角记录片单元等 文策院今年和ACFM大会方签署合作备忘录 希望增加更多跨国合作 创造更多影视商业机会 同时也增设文策院奖项 期盼吸引更多的国际电影工作者和台湾合作拍摄 文策院也在釜山影展期间举办国片 该死的阿修罗特应会 邀请国际影人观赏 导演楼一安现场和观众问答互动 他表示该死的阿修罗在多个国家放映过 国内外观众反映不太一样 像是随机杀人的剧情 在美加可能会讨论到枪支管制议题 但台湾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观点 不过终究是讲述人性 是全球共通的主题 中央世界廖宇阳 釜山报道 外贸协会目前正在美国华府 举办台湾形象展 董事长黄志芳特别利用展前的空档 带领台湾电动车拓访团 到底特律 拜访美国三大车厂 希望结合台湾在自通讯科技 和美国汽车产业的优势 促成台美在电动车产业合作 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 最近借游在美国华府 举办台湾形象展的机会 参访周边城市 黄志芳前往马里兰州 巴尔地摩了解当地内港 再生发展现况 先前还率台湾电动车 拓访团到汽车大城 底特律拜访美国三大车厂 美国汽车界对我们台湾 供应链的重视 因为在未来电动车的时代 强调的就是速度弹性 而且电动车将来是软体定义的 所以它最重要的除了软体开发 跟研发能力之外 就是IT跟自通讯这方面的结合 黄志芳指出美国发展电动车 强调在地制造 友善制造 需要信得过的伙伴 形成新的供应链 这对台湾而言是个好机会 台湾过去这数十年来 我们跟美国不论是产业 科技或者是经济上面 我们都是最好的伙伴 那在地缘政治变动 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其实台美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 那我想这次台湾形象展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展现 台湾自通讯产业与美国科技公司 包括苹果、IBM、戴尔公司 已有数十年的合作经验 黄志芳展望未来电动车时代 以台湾在自通讯产业 和汽车电子的优势 希望能迅速和美国大型车厂 建立合作关系 中央车记者江青叶 华盛顿报导 接下来带您来看台商打拼的故事 出称台南凤利世家的戴瑞成 2016年在台北引进精致农业技术 种植台湾凤梨 成功敞出一片天 顶着艳阳走进田里 台商戴瑞成不畏凤梨叶的次养 仔细检查每颗凤梨是否做好保护 确保利用台湾精致农业栽种出来的凤梨 在采收时达到最好的口感 这是最新品种的芒果凤梨 然后这就是戴帽子 就是让它能够接受 让阳光照射 然后会比较甜 凤梨会比较甜 戴瑞成出身台南凤梨世家 2016年把经验带到太北 人称青来凤梨哥 有别于泰国人习惯使用化肥种凤梨 戴瑞成采取的是台湾农法和肥料 接近有机种植 在海外市场具有良好竞争力 我想要把台湾精致凤梨农业这一块 在泰国这边发扬光大 因为泰国这边的农产 通常没有办法做外销 很多品项没有办法做外销 原因是他们在种植的过程中 使用了太多的化学肥料 对于凤梨口感 戴瑞成也很坚持 他精选台湾品种 像是金钻凤梨 西瓜凤梨 芒果凤梨等 吃起来细腻不刮舌头 主打精致农法 高质感口味 台湾屡太重凤梨 闯出一片天地 中央社记者旅新会 请来报导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 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有横自远方来 台湾世界儿童画展 最近在新加坡登场 由驻新加坡代表处 与南洋艺术学院 携手合办 展示130多幅 包括来自台湾 新加坡 美国和乌克兰 等国的得奖画作 口罩上写着台湾加油 台湾小朋友的笔下 生动画出防疫人员的辛劳 还有刻画原住民文化的画作 让外界看见宝岛圆明之美 适逢新加坡儿童节 驻新加坡代表处 和南洋艺术学院 携手合办 有横自远方来 台湾世界儿童画展 展示130多幅 包括来自台湾 新加坡 乌克兰 美国 以及印尼 马来西亚等国的 得奖学童画作 驻新加坡代表 梁国新 和南洋艺术学院院长 苏惠兰 以及侨界 艺文界人士 都出席 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各国 不同文化底下的小孩子 他的艺术的表现 我们非常的高兴 我们觉得 透过文化的交流 艺术的交流 让台湾的软实力 可以让世界看到 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事情 希望将来 可以继续的办这样的展览 南洋艺术学院 推动学童艺术计划 参加的从4岁到16岁都有 这一次共展出54幅画作 可以看见世界各地小朋友 不同的创作风格 为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和儿童美术教育发展 中华民国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 和中华民国儿童美术教育学会 从1966年至今合作举办 世界儿童画展 超过50年来 普遍受到各国的支持和参与 中央社记者 侯姿营 新加坡报道 由侨务委员会主办的 全球华文媒体高峰会 除了影片竞赛 现场也举办主题论谈 和产业特展 讨论媒体发展趋势 及促进华文产业交流 而在侨劍世界台湾影片 征集竞赛中 以发扬台湾传统刺绣工艺的 秀台湾影片 勇夺首奖及奖金15万元 我们的首奖得奖者 秀台湾 侨务委会委员长 佟正元宣布 侨劍世界台湾影片 征集竞赛首奖得主 由侨务委会举办的 全球华文媒体高峰会 在两个月内 募集来自全球华人 241件影片创作 经过严密评选过程 领选出16件入围作品 角逐奖项荣誉 展示创作者 对保岛土地的真挚情感 与创意能量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动人故事 我希望说 我们透过各位 在世界的一个 华文媒体的力量 能够让全世界 再次的听到台湾 看到台湾 认识台湾 特别是要见证 台湾人民的良善 还有我们的多元开放 兼容并序的文化 全球华文媒体高峰会 以news is news 新趋势新媒体新未来围提 为期两天的活动 除了进行影片竞赛颁奖 也举办多场主题论坛 讨讨论当代媒体趋势 通过组织的变革 我们仿造像纽约时报一样 成立这个媒体实验室 来进行创新科技 在媒体产业的一些应用 不管是这个大数据也好 或者是说一些数据专理的 企划跟制作 活动现场也特别设立 华语文教育产业 计百公百业商机交流展区 邀请23家华语文教育产业单位 学校及桥台商等 多家优职业者共同展出 固大华语文教育产业 与海内外桥台商之间的 发展商机 中央社综合报导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 都有播出 我是吴亦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